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9号到30号访问韩国 分析人士说朝鲜和美国领导人最近是互制信件 特朗普在访号期间可能会提议举行新的一轮朝美工作会谈 韩国总统府清瓦台的发言人24号说 特朗普将在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后访韩 为期两天29号抵达 30号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 将深入讨论如何共同努力促进持久和平 一名韩国官员披露 特朗普考虑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 特朗普2017年11月访问韩国 原本想去非军事区因大物取消行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号告诉媒体记者 希望特朗普写给金正恩的信 能为双方重新启动对话铺平道路 记者问及美朝是否不久开始工作对话 蓬佩奥说有非常大可能性 首尔亚洲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身份撤预期 特朗普访韩期间可能提议朝美举行新一轮工作会谈 经过工作会谈高级别会谈铺垫 特朗普和金正恩去年6月和今年2月 分别在新加坡和越南首都河内会晤 但河内会晤无果而终 美朝对话陷入停滞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24号在电话吹风会上告诉媒体记者 特朗普访韩期间没有打算与金正恩会面 不过两名美国前政府官员表示 看好第三次金特会 美国国务院前对朝政策特别代表 尹汝尚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讨论会上说 特朗普和金正恩预期将举行第三次会晤 时间可能早而不是晚 曾参与朝美谈判的前白宫官员车维德认为 朝美领导人恢复通信 向时在为第三次会晤做准备 好 配慤 ため 并 小 5 二 testing 患